再来看到花莲县政府今天在原住民族野菜学校 热闹举办秋天曼时乐活动 首次结合沙沙日常音乐会和南岛系列讲座 来为广大好朋友们献上以曼时音乐与南岛文化 呈现出的在地花莲最美好的文化盛宴 秋天曼时乐活动与推广曼时理念和在地永续农业核心 展现花莲丰富季节性食材和饮食文化 活动现场将设置多个当地的农民 所作生产者及社区团体参与的美食汤位 提供新鲜健康且充满特色的餐点 这些餐点强调尊重自然和季节性的原则 并且希望透过美食展花莲的土地故事与文化价值 让参与者品味食物的原味体验自然共生的饮食理念 原住民族曼时是花莲县政府一直以来 在推动很像很重要的政策 那秋天曼时乐呢 其实是每一季我们都会结合野菜学校 一季举办一次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 那今天可以看到有25个特色的市集 那除了有我们曼时联盟的摊位在里面以外 同时我们也有连结像农会 针对这次中秋节文旦又的一个销售 那像我们今天也有一个摊位叫花田喜事 那他也是我们长期在关注我们单亲家庭 属于社会福利也是我们关心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今天是我们第一次首次结合秋天曼时乐 以及我们撒撒日常音乐会 以及我们第七场次的南岛讲座这样一个特别的活动 那希望在这个时间可以结合三种不同性质的活动 但是同样符合我们花莲县政府在推动 曼时南岛以及我们这个音乐以及市集这样子类型的活动 上周西亚的幸福南岛座坛会 苏布塔第七场实在南岛跨越海洋 南岛饮食的相遇 主将着国力石球文化博物馆 吕玉均助理研究员以食的议题来出发 带领现场参加曼时的观众一起证实 台湾原住民族和南岛民族的食的文化 这次音乐会特别邀请在地音乐的人 他们将以精湛的音乐表演和原创作品营造轻松愉悦的气氛 以独特性的音乐风格升起唱者 以活力四色创新的音乐作品 广州花园这些精彩表演将为活动增添丰富的音乐元素 让参与者在品味美食的同时也能够享受到多元高水准的音乐饗宴 现在徐州表示这次活动不仅是推广花里在地的美食 农特产品以及手工艺品的良好时机更是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透过美食音乐和文化结合活动将全方位展现花园多元的魅力 一同感受花园秋季的美好时光